台灣民眾黨中一人政黨出發 但是絕對不會贏了一人政黨結束 我對我們整個黨的能量是有信心的 我從來不會否認說我認識陳慶經 那清華省那件事情 我的態度是一樣的 對我來講我全部公開透明 而且我都有回憶紀錄 所以對我來講坦蕩蕩 我一開始承認這是我們的錯誤 就是一個公司 一人政黨公司不分 這就是我的形式風格的錯誤的地方 我的思緒很簡單 有需要就直接買 坦白講用我個人的名字買的話 監督的力道更大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加油 加油 民眾黨加油 外面加油 加油 民事 但是 主席想請教殺金華城的部分 因為衛京集團他是有發聲明說 好歌時期是有人來所會 那會不會擔心說現在檢調下一個就會查到你 那外界也質疑說便當會究竟開了幾次 還有說就是前立委高嘉瑜 他有提到說就是您有到桃珠影員接待所唱歌 那是不是跟沈慶晶有其他不道往來 第一點 那個 我昨天看那個沈慶晶的聲明 他說科事務時代也有人跟他手費 還透過什麼什麼 透過好像中間人 我跟你講我還是知道誰的話 我當時就自己都處理掉 所以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也是嚇一跳 不過是這樣 既然這個沈慶晶已經在地檢署了 他也發這種聲明 他就直接跟檢察官講 到底是誰 那也希望檢察官就直接去徹查就好 那 我從來不會否認說我認識沈慶晶 我當台北市長這麼多年來 很多這種 對我來講財團老闆也是就是一個市民嘛 所以遇到這還是有 我從來不會去否認 我愛說有去唱歌 有他請過我一次 那是選後的 選後 選後 他當我說啊 這個選母條 給你愛 為了解就這樣 那一次一次 主席好三立提問 延續剛剛那個金華城的題目 因為現在過去你曾經說過 政商關係有如刀叉吃人肉 怎麼看現在這一句話 又被翻出來 另外想繼續追問4300萬的商辦 有提到說 目前是會以信託的方式 那是公益信託還是私益信託 另外 在這段時間有跟租客收租嗎 那這一筆錢會捐出來還是怎麼樣 其實喔 我跟你講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專業還是找專業處理的 因為後來才知道 老實講 我做一個醫生 還不知道信託還有分什麼公益信託 一般信託什麼信託一大堆的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要給台灣民眾黨使用 就這樣 那個律師會去評估 到底要怎麼弄會比較恰當 還有一點啦 如果既然是處理的話 那現在這個收的錢也一樣 會給台灣民眾黨去用 這沒問題啊 所以不用想太多 那清華城那件事情喔 我的態度是一樣啦 議員 有來便當會有來參加 他有什麼需求 有什麼陳情事件 對我來講我全部公開透明 而且我都有會議紀錄 所以對我來講都坦蕩蕩 反正不管誰來都有會議紀錄 他拜託什麼 他在陳情什麼事情 我們就寫下來 轉來一個局處去辦理 就這樣 一切依法行政 我想喔 有跑過台北市政府的記者都知道 他們一定不會說 欸長官要交代說什麼 因為我最常講的一句話 大家就依法行政 該怎麼就怎麼做 只是動作快一點 就這樣而已 欸自由指導提問 剛剛主席有提到說 這次大選 晉總的財務長妹妹 就是李文娟 是木可董事長 同時兼任晉總的出納跟會計 這個意思就是代表說 李文娟 應該說代表說木可就是寄生在科進種嗎 因為他兼任了兩個地方的職務 不要說寄生啦 就是 其實我跟你講就是 就是有 就是忙的時候 你知道木可就跑去支援 那個財務部的工作 不過我今天也是明白講 他就是一人身兼素質嘛 就是這樣 就好像那個中小七月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爸爸爸爸是店長 媽媽是財務兼那個廣告 兒子是送後兼分收款 所以一人兼素質 所以後來出現了角色衝突 所以我一開始承認這是我們的錯誤 就是一個公司 叫一人政黨 公司不分嘛 好 就是那後續追問一下就是說 關於這商辦 您當初買的時候都沒有想過 登記在自己的名下 會引發後續外界的觀感不再問題嗎 另外就是說 這商辦的租金後續 您會怎麼來使用 以及說就是從去年申報的這種房產跟土地 到現在 即至現在為止 想請教室主席 您名下跟您的家人身邊 是否還有其他沒有被爆出的房產主席 有沒有要趁這一次來說明一下 以及後續七千三百萬元的這個選舉補助款 剩下的將近有三千萬左右的金額 後續會怎麼來運用 第一點喔 剛才有人想過 這就是我的形式風格的錯誤的地方嘛 我常常只看到說有需要就去做 坦白講喔 雖然從政十年 我還不是那種所謂什麼很圓融的 或者比較世故的政治家 所以我只看到說 我們台灣民眾黨現在需要一個在立法院旁邊 設一個辦公室就去買了 不會去想到說 我如果是其他政黨的 他們就想要把錢先轉到基金會 再轉到協會再繞一手去買 所以我們的私序 我的私序很簡單 有需要就直接買 坦白講 用我個人名字買的話 監督的力道更大 因為你除非不選 你只要一選舉就需要財產申報 反正被看到 那你還講說 那個財產有增加多少 這個是這樣啦 你如果要比照那個 選舉前財產申報 要再做一次也沒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喔 反正選舉就是選舉嘛 在選舉前已經有申報過財產 選後就只有增加這個 還有其他的嗎 那沒有啊 也沒有那麼多錢啦 隨時可以增加財產突然 天賬報掉下來 因為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知道 第一線的支持者 一定遭受到了非常大的 質疑 懷疑 跟不捨 疑慮 焦慮 他們甚至認為說 是不是在第三勢力 在這段時間之間 遭受到了這麼大的摧毀 會不會從此我們第三勢力的火焰就會熄滅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說 我們都還在 只是在茁壯的路上 或許我們犯了錯 或許我們還有需要更進一步的來改進 我們也要向全國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們 致上深深的致意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我們的確還是會在這個第三勢力的台灣的茁壯的路上 我們還是會繼續努力 也謝謝現場所有的支持者 謝謝線上收看的好朋友們 謝謝媒體朋友們的關心 我們會繼續努力 重新振作 我們會繼續團結一致 一起讓第三勢力在台灣有一個強有力的監督力道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也謝謝上台的黨公職朋友們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